一名70歲的退休女商人 四年前收到騙徒的WhatsApp信息 有稅距投資以賺取豐厚的回報 對方又說會記出再有31公斤金條的包裹 以表乘以 騙徒之後又說這個包裹在管制站被扣留 要求受害人支付關稅 受害人聽從指示先後轉賺了20萬 到一個不知名的Bitcoin賬戶 四年後另一名騙徒假扮信封速遞員 今年年中聯絡受害人 說包裹涉及非法活動被扣留在中區警署 而這名信封哥哥又說他的哥哥是警務署助理署長 可以為受害人解決事件 這名信封哥哥之後又說要更高層協助 不久就有一個使用警務署副署長陳俊新頭像的電話聯絡受害人 說可以協助他 受害人再次落答 他一共轉賺了25萬去一個不知名的Bitcoin賬戶 以支付包裹的放行費 他之後致電去中區警署查詢包裹的狀況 最終揭發事件 有關事件現在由中區警署重案組跟進 接住 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